現在桃園市這一局真的被這個羅志強吵得非常熱鬧 四方委員你看看這個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有說 他們現在要等民進黨 說你們民進黨還沒有出牌之前 國民黨有道理在這個時候就決定要徵招誰嗎 是真的要這樣子謀定而後動 還是來賓都撤不拚 你看看黃建廷昨天才說 黨中央絕對沒有口袋人選才講完 人家呂玉玲媽熊跳出來算 來委員怎麼看 這個國民黨的秘書長在處理桃園這一局 跟這個黨主席我覺得很奇怪 他們好像都是老行宅宅 那我剛剛有跟這個敬平議員問過 現在在桃園民進黨的支持度 政黨支持度還比這個國民黨多了5%到6% 所以事實上現在以現在的態勢 如果大家都大軍未動的話 其實民進黨還是佔優勢 所以佔優勢的人是比較晚提名 還是沒有佔優勢比較晚提名 剛剛靖平兄特別提到說他要學這個民進黨 其實民進黨不是這樣子 民進黨就是如果我們是佔劣勢的話 早就在一年前就開始提名了 然後讓這個候選人第一個可以整合內部 然後再去開拓外面的這個資源 所以這個國民黨這個反其道而行 我覺得他們不是打逆轉勝 我是覺得是贏贏 可能是這樣子 第一個呂毅玲當然他在立法院裡面 他的人和不錯 所以他今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鄭立文這個國民黨的這個大將 還有這個曾明忠 現在是國民黨的這個黨團的總召都有出來幫他站臺 那但是我沒有看到魯明哲 也沒有看到這個萬美玲 就表示說現在大家都是合格言而制 那既然是合格言而制的話 其實站在黨中的立場 你要趕快能夠分別跟這些人互相來溝通一下 就是你們選這一局到底是選好玩的 選聲量的還是要選打贏的 要打贏有打贏的策略 而不是說大家趕快蹭聲量 現在聲量蹭得高 過了兩個小時 過了兩天以後就不見了 那這樣子反而會添亂 大家不要忘了這一次的選舉 不管是縣市長 還有縣市議員 都還有除了民進黨以外 還有民眾黨 還有時代力量 如果你母雞沒有出來 小雞大概餓死了 要不然就是才死了 所以事實上 我覺得用這樣子的策略 我覺得中央黨部確實 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確實是弱 第一個 他們沒有一個整體的選戰策略 到底是在先提名 還是後提名 還要等民進黨提名 那民進黨的部分呢 其實民進黨本來就是按照我們的既有的節奏 在處理 民進黨雖然沒有對外講說 我們在這個 這個桃園市長的選舉裡面 要打初選 但是民進黨都一直有在做滾動式的民調 永遠知道說誰會是最強的人 那既然知道永遠知道說誰是最強的人 到時候黨主席 我們的選隊會把最強人推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打到底 那既然打到底的話 一定是市長要帶動市的這個議員 然後要用這樣的選舉的方式 然後保住自己的優勢 所以我們來反觀來看這個國民黨一樣 我們也不敢說這個國民黨是不是內亂 但是我也覺得很特殊 常常都有人講到說國民黨現在在高雄裡面 最有實力 對不起 在桃園裡面最有實力是議長 邱毅森議長 對 那議長他在這一波裡面 他到底是支持羅志強 還是支持呂毅玲 還是魯明澤 還是這個萬美玲 我們也看不清楚 但是從外界來看的話 確實可以看得出來 內部還沒有整合好 這是我們看到的一個 這個我不好意思講亂象 因為每一個選舉的時候 每個政黨內部都有自己的問題 需要去處理 可是無論怎麼樣 黨中央如果沒有辦法 有一個策略出來 讓大家都心服口服 譬如說 我們就一個月內用民調來決勝負 或是我們一個月內 這個黨員來投票 或是一個月內 我們用什麼對比式的方式 像我們這個屏東縣的縣長 大家也是在縣長初選之前 也是打得非常的震天震地的 但是出來以後 大家都互相放出來說 這是我們的善意 所以國民黨要學民進黨的方式 說你們先提名 我們再管提名 我覺得剛剛好錯誤 剛剛好錯誤 如果國民黨沒有先提名的話 民進黨這個大軍已經先動的話 從來就不會管國民黨要提名是誰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然我們都戒慎恐懼 才看這個排局怎麼走 可是如果說像國民黨用這樣的方式 到時候你再咖啡到 這個其他台北市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縣市 我覺得國民黨在這一次要保住 所謂的18個縣市長的格局 恐怕現在就看出端 你真的是裂痕很多 而且漏洞百出 國民黨黨中央到底是怎麼操盤這一局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啊 朱立倫他是過去桃園縣喔 是老館長耶 而且也是做兩人嘛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我們的縣長啦 怎麼看朱立倫這一局 怎麼會操盤成將 民調現在最強的魯明哲 他說他要給予這個要參賽的人最深的祝福啦 因為他自己不要選啦 民調第一名的不想選 民調目前是吊車尾的口口要選 國民黨現在的情況 怎麼會這麼尷尬啊 桃園市的市長 從這個邱 邱 邱一勝 宣佈他不選了以後 桃園市的市長這個提名之外 就爆發出來 那可見說 這個朱立倫是一個很弱勢的主席 是一個沒有聲望的一個黨主席 那麼朱立倫跟羅志強 所講話的過程之中 羅志強都說出來 很一個黨員不尊重主席 再說出來 造成這個朱立倫的聲望 更受到很大的一個打擊 那麼黨中央也講得很清楚 我就是不讓你羅志強算了 但是羅志強最後 他還是宣布說他要參選到底 他問他要買啊 還是要參選到底 那今天這個呂一臨又宣布說 他要參選 台灣市長參選到底 而且用地方的婦女會跟他站台 還有國民黨理院黨團 還給他站台 好 那麼我們來看這個魯明哲 或者是這個萬美林 如果說算不算 那麼黨團的總召 會幫他站台嗎 所以我覺得總召他也很聰明 他應該是知道說這個呂一臨後面一定是有議長 地方派系來給他盜秀庭 那我們看一份的民調 這個呂一臨他不是最高的 那為什麼不是最高 他為什麼要出來 一定是有地方派系要全力跟他支持 那麼我們我們知道因為邱議長在看到中奧選區選舉的過程之中 演講的勢力 他就有一種 他也會歡樂 所以他這麼說好這樣賣 會支持這個呂一臨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到最後到最後 黨主席還是會跟帝王派系來妥協 這是國民黨 他他地方就是這樣子 在桃園你就看邱議長 你在你在這個台中 你要看顏家 那你在彰化也有靠帝王派系 你到雲林縣也要看張家 這是國民黨傳統跟帝王派系來結合 包括你黨主席的選舉 也是因為派系來跟你支持 你才當選國民黨的黨主席 所以朱立倫沒辦法 就是被帝王派系能夠把他擺腳擺手 所以他已經成為一個擺腳的黨主席 朱立倫現在好像做什麼事情 真的都是像管長所說的擺腳擺腳 綁手綁腳的 冠婷怎麼看 現在台面上喊出要選的羅智強 呂玉琳看起來都不是朱立倫心目中的好牌 我想像這種縣市長的這種選舉 當然還是由下而上會比較好 那其實你這樣看起來其實蠻亂的 從羅智強我看他過去在選議員時候 他有提說他要選市長 台北市長 好像也曾經是說要選總統 然後現在又改到桃園 所以變化蠻莫測的 那我們不知道他下一個參選的地點在哪裡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這種 訊息的混亂度表示他們對 跟一般人的溝通就會出現落差 包含跟他們黨內的溝通跟黨外的溝通跟他們同宅的溝通 全部都會不太不太一致 因為這種混亂的話當然會導致人家會直接質疑說是不是國民黨的不團結 然後其實每次在他們強調說我們要一個君子之爭的時候 就代表說缺什麼補什麼 你的名字缺水 然後你們又加個水字 缺金又加個金子 可能缺君子 所以說才要君子之爭我不知道 所以這樣子的不斷的放話等等 然後講完話馬上放話 可能就是無縫接軌的放話 就不斷的會很頻繁的出現 那就是黨內的信任度沒有建立好 那是蠻可惜的 我覺得有時候看一下朱立文主席 他過去從這個2012 2016這樣一路這樣仕途順遂 然後當初2016年的時候在跟總統 蔡英文總統選舉之前 他的民調其實是跟蔡英文是伯仲之間 然後到現在就是說缺乏了獨斷力跟領導力 這其實都很明顯 所以不是甩黨中央不甩黨中央 是國民黨現在結構問題是 我覺得剛好跟這個憲長剛剛講的有點 算是叫這個回想 就是說他們中央是來自一群 沒有地方能力的人 所以才導致地方有能力的人 基本上是不甩中央的 不管是徵召也好 或者是說服 或者是用各種方式都沒有辦法去 打動他們地方的能量 我覺得用地方派系中央 中央就不是派系 他們不是就是一種共族 那如果你是共族的話 你要分配好你的資源 然後才能夠確保說 才可以勸退嘛 你如果沒有資源的話 你就很難去勸退 或者是跟人家交換 那甚至是對未來的期許等等 沒有嘛 所以就是一翻兩瞪眼 馬上跟你講 馬上出賣你 那這樣子的情況 我覺得當然對國民黨是很不好 那對這個地方的生態會好嗎 我覺得在臺灣的這種政黨的狀況之下 為什麼民眾黨可以現在好像跟國民黨 這樣子分庭抗戀 就是原因就是因為臺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就是在做的再怎麼好的執政黨 一定會有反對的聲音在 這很正常 所以我們不會永遠贏下去 可是正是因為就是有這個反對力量 沒有辦法集結 原因就是因為你們沒有主要的一個中指 沒有一個凝聚力 把各個不同的圈圈連在一起 就錢幣串成一起嘛 你這條線沒有串起來 這就是國民黨黨主席的功用嘛 你是在野黨的黨主席 所以你要把你各個不同的這種地方的諸侯 把它串起來 那就代表一個整體嘛 沒有這條線把它串起來的話 那你就會被取代 所以國民黨現在問題就是說 沒有一個中指把他們串起來 所以其實這個桃園也好 或者是其他縣市也好 都將面臨這樣子的問題 你的這一個任務是什麼 你接下來的理念是什麼 不要前後不一 那這樣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串聯起整個政黨 所以中指這個東西 他們還是自己要找出來 這樣子才會有號召力 不然就像羅志強一樣 他可以選總統 他可以選市長 沒有人擋得了他 你也擋不了他 接下來所有的輿論 所有的媒體的重心 全部都是在羅志強身上 大家反而都不會聽到朱立倫主席 那對於一個國民黨的黨主席來講 一個黨的領導人來講 他的身份會降低 國民黨的整體的支持度也會降低 他的外衣效益從桃園開始會不斷的釋散到其他各個縣市 所以各個縣市在年底可能會遇到很大的挑戰 其實也來自於這一個把所有人串起來國民黨當主席 他自己要爭套一下 是真的看到桃園市 國民黨現在這一局光是裡面這個提名就這麼樣的混亂 可以感覺到朱立倫離這個湯科的角色 藍營貢主的角色看起來真的越來越遠了 看完這個北台灣的部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看決戰中台灣 今年年底還有可能會是龍焰大戰嗎 等一下回來 一起來看 這樣的開始 我們 primero vampires 囉 歡迎 我們來看 iets 都萬mann 我們待會eurs 我們請 przyp